当我的老师告诉我说 我必须要为了我的人生 我的事业 或者是为我的家庭 我要做出抉择的时候 我真的是陷入了迷惘 因为我重新去思考 爱的意义 当我的老师说 你为了个人的荣辱 个人的名利 个人的成就 可以放弃一切 我想的确实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爱是不自夸 不做害羞的事 而且不自私 不张狂 这好像是背道而词 跟我老师教导我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教导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知道一直到这一刻 我的人生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我必须要做抉择的时候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学音乐 为什么要放弃我的家庭 为什么要为了一个人的事业 我就要放弃 我已经有的事情 我一定要 再去选择一道新的 究竟有没有这个必要 当时我就跟老师说 我必须要思考一下 给我一段时间 让我考虑 就这个时候 我的儿子 当时我的儿子 我有两个儿女 当时我的老二 我的儿子六岁 他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 在六岁的时候 他是一年一年级 有一天 我收到学校的通知 你知道美国 他们都是有一个学区 他们就每一个班级 都选一个人出来考试 然后在一个学校 选出来几个 然后在整个校学区 选出来几个 就选出那么两三个人 送到天才班去 美国是天才班 他们就通知 我说我的儿子 被选上了天才班 而且是科学 我就很惊讶 这个小家伙 我的儿子叫Jeffrey 平时看不出 有点木木纳纳的 怎么会去选入科学班 我就把他叫过来 Jeffrey啊 我问你 你喜欢科学啊 他说是 他说我不仅要学科学 而且我要当爱因斯坦第二 爱因斯坦 我说你知道爱因斯坦是谁 我当然知道 他说妈咪 人类有史以来 有两个最伟大的科学家 第一个是牛顿 尼特 第二个就是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当时在美国 他是本来是犹太人 他就移民到美国了 他就在Prinston University 教过物理学 他是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所以我的儿子跟我说 妈咪我以后我长大 我就是要去念Prinston 我要去念普林斯坦大学 我说你这个年纪 他应该在外面玩球 打架的 我怎么会想到念大学 那么他就跟我 开始跟我讲 他牛顿 开始跟我讲爱因斯坦 我说 妈咪小的时候有偶像 妈咪一辈子跟着我的偶像 马里亚卡拉斯走 你这个小家伙也有偶像 他的偶像是爱因斯坦 他要像爱因斯坦那么伟大 我就问他 Jeffrey你要当爱因斯坦 为什么 他说妈咪因为爱因斯坦 他知道神创造的伟大 他说妈咪科学家 他们都知道神的创造有多伟大 结果我的儿子开始跟我上科学课 你知道我是个音乐家 我是最不喜欢科学 我也不懂科学的人 结果我的小小的小家伙 六岁的小家伙 开始跟我教导科学 他从一个小的例子先告诉我 他就说妈咪你知道吗 我问你 你晓不晓得那个鸟怎么睡觉 鸟在天空飞 我说 他们不就在鸟巢里面睡吗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同样的问题 因为我曾经走过很多大学 包括美国第一流的 那个 加州那个伯克莱大学 学生回答不出这句话 居然大家都认为鸟就睡在鸟巢里面 我儿子告诉我 妈咪你去看鸟巢有多大吗 鸟巢这么小 它里面只能放下几颗小鸟蛋 一旦鸟长大以后 它就要飞走了 要不然的话这个鸟巢就睡掉了 后来有一次我去纽约的 那个大都会的那个历史博物馆 我真的去看了鸟巢 没有一个鸟巢大过这样大的 每一只鸟都飞出去 里面只有小小的baby鸟 还有一只蛋 所以我儿子问我 妈咪 这些鸟都到哪儿去睡觉 你晓得吗 我说为什么不能在地上睡 他说在地上睡 它就通通被狗狗猫猫的吃光了 所以它在天看飞 可是它不能一直飞 它会累死了 所以它在那里睡觉 我的天啊 我被一个小叫我靠到了 后来我还好 我看到外面有一排电线杆 我就看到有一排鸟 站在上面睡觉 我说 是不是就在电线杆上面 他说对了 可是他不放过我 他的问题不在乎在哪里睡觉 他问我说 妈咪 他们在上面睡觉 你看他的脚有多小吗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会掉下来 照理说他会掉下来 他的脚那么小 这下真的把我靠倒了 是啊 我问过多少大学生 我问过多少 只要不是学生物的 统统被考倒 他们不知道你要怎么睡觉的 为什么不会掉下来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类似这样子的问题 到处都是 我的儿子跟我讲了 长千长百的例子 像这么简单的事实 而我们的视而不见 认为那就是大自然 大自然一部分 可是他里面就有一个很奇妙 很奥妙的创造的 机密在里面 我儿子跟我说 妈咪 你的手伸出来给我看 我就伸出来 他说你睡觉觉的时候 他说他小孩子吧 睡觉觉 手是张开的还是抓的 我说当然是这样子嘛 是啊 我们睡觉应该都是这样放松的 可是你知道吗 那个鸟 神创造他的时候 就是为了让它不会掉下来 它要站在那么高的地方 不掉下来 所以它一睡觉的时候 它的手就会这样子抓起来 而且抓得紧紧的 你就是把它拉都拉不掉 你要它用尽全力 它才能够把手张开 所以它一定是清醒的时候 它的手才张得开 它就飞走了 那个时候我马上就想到 圣经上有说过 一只麻雀 若不是神所允许 它不会掉在地上 在圣经上也有讲很多的例子 你要看神的创造 到处都是 你去问空中的鸟 你去问树木 你去问花草 到处都是可见的事实 我的儿子跟我讲了 好多好多的科学 你知道吗 我变成了一个小科学迷 我真是像个幼稚园的学生一样 我开始每天跟他上科学科 他告诉我 那个蜜蜂怎么跳舞 你知道一个小小的蜜蜂 他没有知识 他没有上过一天大学 可是你知道他那种航空 导航的那个系统 精密到 你知道人类要当一个导航系统的人 他要受过多少的教育 他才能够达到 可是这个蜜蜂没有上过一天课 神就给他这样的指示 你知道我儿子告诉我 蜜蜂会dance 他会跳舞 他跳舞有他的方式 你知道蜜蜂里面有一种叫做侦察风 他跑出去 他找到了一个地方 一地点 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蜜 他要回来告诉他所有全场的 所有的同伴 说那个地方有多少的量 他就用他跳舞的方式 用他尾巴摆动 他往这样摆的时候 那个讯息就是说往东边多少里的地方 距离都算出来了 从那个飞 从哪个方向飞 飞多少 里呢 转一个方向再摆 要飞多久时间 然后有多少量了 他在整个方向再摆摆摆 告诉大家有多少量 可以够多少的蜜蜂之 摆完了之后呢 全部都飞出去 你知道科学家怎么实验到这一点的 他在每个蜜蜂身上都画个十字架 包括这一支侦察风 十分钟之后 这些蜜蜂全部飞到同一个地点 就是那个第一支蜜蜂发现的那一个蜜上面 因为科学家摆了一盘蜜在那个里面 吸引他们过去 全部到达 就凭着那个蜜蜂 那个几个记号 那个知识是谁教导他的 今天的导航员 他们要怎么去学来这些知识 他们看到蜜蜂这么做的时候 他们真是 真的是惊吓到不可 没有办法说出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儿子在告诉我 妈咪为什么这么多的猴子 跳来跳去 哪一天他们才会变成人类 他说怎么会有人笨到相信 我们人是由人类 是由猴子而进化来的 如果我们真的是猴子进化来的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猫 到处跳来跳去 他们怎么从来都不会变成人呢 你知道猴子的基因 跟我们猴子的基因 现在基因学已经发现了秘密了 我们跟猴子黑猩猩 基因有99.99999的相同性 所以我们都是所谓的临床类 也是哺乳类 但是我们长出来 一个就是人 一个就是猴子 永远没有办法相容 为什么 就是它那个0.00001的基因的不同 我们就变成不同的生物 不同的species 这个就印证了圣经上所说的 各从其类 神创造万物是各从其类 你今天不可能有鱼 会变成猴子 猴子不可能会生出一只鸟来 鸟不可能生出一只蜜蜂来 你生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 今天我儿子再告诉一个例子 化石 如果我们今天统统都是净化来的 那么人类照他们所说的 到现在已经有几亿年来说 那么你一下来有多少的化石 可以证实 比如说一只 我们不是说人一开始生物 他们所谓的净化路就是 大爆炸 在宇宙有一个大爆炸 大爆炸来源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 他们只凭猜测有一个大爆炸 之后几千亿年之后 这个爆炸里面就形成了生命在水中 水中就变成浮生物出来 单细胞 单细胞再变成鱼 鱼再爬到地上来变成两栖动物 那么照这样推算下来这么多年 你是不是有很多的化石 你可以发现到一半鱼 一半猴子 就是说一半猴子一半鸟 你总有这种东西吧 你知道我们我在 至少我自己我学过了 那时候我们所学的那个 在学校学生物学的时候 还学到所谓的尼安德塔人 所谓的北京人 所谓的爪哇人 这些人都是化石 他们说这个就是唯一的证明 人是由人员和猴子转化来的 所以那个化石本身就是一个 一半是猴子一半是人 发现这个所谓的北京人 所谓的爪哇人 所谓的尼安德塔人的年代的时候 人类还没有发明 那个X光机器可以照射里面 看它真正的物质 所以当年发现这些化石人 被选上了非常有名的科学家 而且他的名字还列到 大英百科全书里面去 你知道吗 40年前他们X光机发现了 照射一下去 发现他们所称的这个化石 他们说有几百万几千万年的历史 事实上证明 这个历史不到二三十年 那些东西都是伪造的 你知道吗 它是一般用人的骨头 跟真的猴子的骨头 把它粘在一起 然后把它弄得很久很久很久 看起来就像个化石一样 这样去欺骗世人 导致大家把所有的教科书 都把它放进去 说净化论是唯一的人类的历史 从化石的证据 我儿子就告诉我 净化论是不能存在的 因为圣经上明明讲 神创造万物是各种其类 各种其类的意思就是 各种生物它生出来 是什么就是什么 它不可能会混合的 到后来我儿子 他长到13岁的时候 就是他念美国学校七年级的时候 他被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就把他录取为天才的少年 那时候他的智商 他们给他测智商高到166的 这是他从神给他的这样的智慧 后来他再告诉我基因学 因为我就跟着他成长 不断地成长 我的科学知识一直成长 他学了什么我就跟着学了什么 他说这都是神创造的奇迹 我们一定要知道 他在告诉我一个例子 就是基因 我们今天的基因 我们大家今天都在发展 所谓的有机生物 比如说他们把番茄里面 放入了大豆的基因 因为大豆里面有蛋白质 所以就让那个番茄 长得特别的肥大 可是你知道吗 后来他们发现 有人吃了番茄 过敏死掉 经过解剖之后 医生发现这个人死因是 对蛋白质 对大豆过敏 可是他吃的是番茄 他不是吃大豆啊 结果他们解剖 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番茄里面 有大豆的基因 换句话说 这个基因从大豆 直到番茄里面来 它永远不会变成番茄 它在番茄里面 还是大豆 不能混合 不管什么样的生物 就像我们人 不会生出猴子来 猴子也永远不会生出人来 而且美国从几年以前 就开始了 它教科书 已经不准把进化论 当成唯一的教材 进化论整人当参考 现在要教进化论 也要教创造论 因为除了创造论之外 你没有别的理论 可以解释生物的来源 在哪里 所以当我儿子告诉我这些科学的时候 我去反思 圣经上的教导 当圣经上讲到爱 说爱是不自私 不张狂 爱是互相的 爱是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出 所以我们人不能为自己活 我不能为了我自己一个人的成就 我自己一个人的名跟利 我去追求 我放弃我的家庭 我放弃我做母亲应该有的职责 或当一个妻子应该有的责任 我能够这样子做吗 这样是不对的 今天玛利亚卡拉斯死的时候 她讲了那句话 她说我宁可用我一生的成就 换取一个人 爱我 真心爱我 而她都得不到 你知道玛利亚卡拉斯死的时候 她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 她没有丈夫 她没有儿女 她没有父母 后来是她的妹妹出面 替她办丧事 而她跟这个妹妹 也已经断绝关系多年了 所以我的老师跟我敲了你那一句 你要做出抉择来 你究竟要选择家庭呢 还是你要选择为你的名 为你的利 为你的成就而去奋斗 我做了抉择 我当时就做了抉择 得出抉择 Oh Lord Oh Lord How majestic is your name in all the earth You have set your glory above the heavens How majestic is your name in all the earth When christ shall come Wishel of acclamation And take me home What joy shall fill my soul Then shall I bow In humble adoration And they'll proclaim My God how great thou art And sings myself I sing about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And sings myself How great thou art Now all in God's hands And arts And wings And your childr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从我的大都会歌剧院的老师 他给我的教导当中 我才开始去探索 去寻思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生命究竟是为了谁而活 是为了自己吗 还是为了其他的目的 从我儿子告诉我的 各种的科学的真相当中 我才知道万物之间都有关联的 万物都是互相 为互相的存在而存在 上帝创造了万物万人 而且他让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他的人得益处 所以我相信神 他是不要我们自私的 他不要我们为了一个人的爱 而牺牲的所有的一切 所以我开始是寻思 我的信仰在哪里 如果我没有信仰的话 我这辈子就可以这样糊里糊涂地过去 或说只是追寻我一心所要的野心 成就我的目标 可是我要这么做吗 这样做对我有益处吗 对我的家庭有益处吗 对这整个世界来讲 又有什么益处呢 对这种世界来讲